岳云鹏能否再次登上春晚舞台 这是所有喜欢相声的朋友都非常关注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猜测与等待 如今终于尘埃落定 岳云鹏最终没有能够参加虎年春晚 最终两对相声演员入选 是谁挤掉小月月 2022年虎年春晚最终两对相声演员入围 一对是江坤和戴志成 一对是卢星和玉浩 其实在此之前 很多岳云鹏的粉丝也都做好了思想准备 大家都知道 最终入围春晚需要很多因素 并不是本身优秀就可以完全有把握 而且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岳云鹏的状态 并不是在最佳的时候 不过即使如此 当得到准确的官方消息的时候 很多粉丝还是非常失落 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 大家毕竟等待了很久 也希望了很久 相声在春晚语言类节目中 还是不如小品 本届春晚只有两个名额 而小品的数量达到了五个 这种现象也不是本届春晚才有的 自从小品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之后 相声就风光不在 不过岳云鹏的出现可以说让相声在春晚舞台上有了起色 让大家看到了相声可能和小品抗衡的希望 岳云鹏上过五次春晚 他的表现有目共睹 甚至可以说比师傅郭德纲要更适应央视春晚的节奏 郭德纲评价爱图说他在春晚的已经很成熟了 非常适应这个平台 在大家为岳云鹏没能最终入选春晚而遗憾的同时 也有很多人在想 在入选的这两对相声演员中 是谁挤掉了小月月 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江坤和戴志成 因为平时里这两位已经明显过气 而且多年没有像样的作品和正式演出 之所以他们能够最终登上春晚的舞台 肯定是因为照顾江坤 因为江坤马上就要卸任取协主席 他肯定希望在完全退休之前 通过春晚舞台来个完美谢幕 当然这也仅仅是岳云鹏粉丝的想法 论实力 江坤和戴志成虽然这两年作品和演出不多 但毕竟在之前的春晚有过优秀的表现 江坤还是最早几届春晚上的风云人物 当时他可是主持和表演一把抓的 央视春晚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风格 能登上这个舞台的 也许不是最红的演员 但是一定很稳健 不能出现任何错误 江坤和戴志成是比较符合这一点要求的 至于另一对相声演员卢欣和玉浩 对于他们的入选 很多人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声音 这两位演员基本功扎实 又非常符合如今年轻观众的口味 他们入选央视春晚 可以说实至名归 那么究竟是谁挤掉了小月月 其实也许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 也就是说不存在谁挤掉谁的说法 春晚的舞台虽然在节目选择上 有严格的数量标准 但是在能够通过春晚标准的前提下 同类型节目还是可以有数量上的变通的 2021年央视春晚就有三个相声节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有可能是月云鹏准备的节目 确实没有达到节目组的要求 并不存在因为节目数量而被谁挤掉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 总之虎年春晚是不能看到月云鹏和孙月的表演了 这对很多粉丝来说绝对是非常遗憾的 但是没有关系 毕竟春晚还要继续办下去 毕竟月云鹏也还年轻 来日方长 相信只要月云鹏有继续上春晚的目标 通过努力就一定能再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也许就在明年 再次登上春晚的舞台